聖誕節日 聖誕快樂 好了 今天就是聖誕節了 聖誕節有什麼東西吃呢 除了火雞 又或者其他的聖誕蛋糕之外 我有一樣東西想到的就是薑餅 不如今天就教大家做薑餅 做薑餅就看起來好像很多材料 其實就很簡單而已 不要被材料嚇壞 首先當然有主角薑粉 這個是Nugmec 即是豆扣粉 這個是肉桂粉 少許鹽 這個是Baking Powder 雞蛋 這個是糖漿 即是好像吃Pancake那些 吃西多的糖漿 雞蛋 牛油就已經放到淋了 這個是蔗糖 這個是低筋麵粉 牛奶 最後做上面的裝飾 就是有糖霜 檸檬汁 以及食用色素的 聖誕這個薑餅人 其實很多外幕的小朋友 他們做了之後 就會用膠袋入住它 然後送給朋友 然後又可以把薑餅人 掛在聖誕樹上面裝飾 等聖誕博星日之後 才拿來吃 我們今天做這個薑餅人 口味呢 你可以調節的 如果你想大人口味多一點 就加多些薑粉 那些香料 譬如豆扣 肉桂那些 多一點就香味一點 如果小朋友吃的 就適量地減少辣味的薑餅 那些份量 好 第一件事 就是牛油 已經放到它淋了 怎麼會淋了呢 就是把手指放進去 你可以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淋了 很明顯了 接著 我們呢 就用電動的打蛋器 其實你用手也可以的 不過就懶了 那你就把它打到它 變成 發白 即是白色 它現在是黃色的 打蛋器 你會發覺它很鬆 和很白的 然後就把這個蔗糖 倒進去 最後這個薑餅 焗出來夠不夠鬆脆 就要看看你 這個牛油發得好不好 好了 牛油發好之後呢 下一步呢 就很簡單了 我們把所有乾的粉類 倒進去麵粉裡面 全部倒進去 然後呢 才一起把它過篩 這樣就很方便了 那就放在西裡面 這個時候呢 你應該聞到很香的薑味 因為薑粉其實是很香的 其實如果你沒有薑粉的話 你用薑汁也可以 就是用薑磨了 去拿出醬汁 好了 把粉類全部都 塞進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呢 就不要再用高速了 我們就要用一個 轉一個比較慢的速度 去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呢 就加牛奶和雞蛋 再加進去 攪拌到差不多了 就可以加糖漿了 然後呢 把剛才那些所有的東西拌均勻 之後呢 我們就放了保鮮紙 在桌面上 然後呢 就現在呢 是濕濕濕濕的 但是正常的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它蓋住一張保鮮紙 然後呢 就放在冰箱裡面 冷藏它 大約冷藏它 大約冷藏它 最少三十分鐘 最好就六十分鐘 它呢 就會硬了 很快呢 就已經冷藏了 六十分鐘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質地呢 就已經完全不同了 好 我們把它拿出來 把它扔扁一點點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把它拌平 成為了一塊 很薄 大約兩厘米厚 不要啊 大約三厘米厚 三厘米厚的一塊薄片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是要 撒一些 麵粉在桌上 防止它 黏住整張桌子 好 我們再把它一邊拌平 加少許的粉 在上面 就防止它黏 但是千萬不要加太多 因為最最後如果加太多 那麵粉就會有些白色的 好啊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蓋好 好啊 那些薑餅就蓋好 就放在一個盤裡 然後呢 焗爐呢 就預熱了170度 然後呢 就放進去焗 焗它15分鐘就可以了 但是 薑餅這家東西呢 它真的好快焗的 所以呢 你間不中呢 都不要太老定地去做其他東西 真的要一路看著它 會不會焗了呢 好啊 接著呢 我們就要製作 薑餅人 令人最開心的一個環節呢 就是在上面畫公仔的東西 那怎樣畫的呢 其實 首先我們有 朱古力 我們把黑朱古力 和牛油 然後呢 包住一個保鮮紙 然後浪在熱水上面 助溶它 然後小火 要不然它就會焦了 薑餅的燙子呢 其實就是 蛋白 加上一些糖霜 那就變成白色的燙子了 首先呢 我們就在一個很乾淨的碗裡 碗裡面 碗裡面不可以有油 不然呢 它就會 打不起來了 那就將蛋白 和蛋黃 分開它 然後為了蛋白 更加容易 可以 挺身呢 我們就放這麼多檸檬汁 放進去 少許就夠了 我們不想這件事很酸的 所以幾滴就可以了 然後呢 大約是一種這樣的泡沫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糖霜放進去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雪白的燙子了 那可以試一下味道 然後我們把這個燙子呢 一半呢 就倒在另一個碗裡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把它染色 那這些呢 是一些食用色素來的 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 染到變成紅色的一個燙子 然後呢 就把它倒進去擠袋裡 那現在我們就有三種顏色了 就是紅色啦 白色啦 還有融了巧克力的深啡色啦 接著就是做薑餅公仔 最好玩的一個環節了 就是在上面擠圖案了 今天呢 我就想做這個聖誕綠的 紅色呢 就是它的鼻子了 把這些朱古力擠下去 造成它的角和眼睛 接著紅色的鼻子 接著白色就 其實用來裝飾 有些白色聖誕的氣氛 就是要把這個做成白色聖誕的 那就祝大家聖誕快樂